本台推出专栏 构筑云端堡垒 推动行业发展 南海福祉休渔结束后 我是捕捞渔船平安返航 大批海鲜运笛码头 交易繁忙 晚上好 观众朋友 今天是2022年8月18号星期四 农历7月21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以下是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小生龟是鼓励小微企业规范升级为规模以上企业 小生龟能有效提升经济总量 结构优化 是我是推进工业历史 产业强势 总体部署的一项重要举措 近年来 我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把工业企业小生龟培育 作为稳增长 促发展的重要抓手 出台系列扶持政策 多挫并举 促进小微企业转型升级 推动归上工业经济稳定增长 在位于豪江区的东风智能包装公司车间内 四条全自动纸合粘合成型机生产线正高速运行 还有一条生产线即将投入使用 这一套由企业自主研发的生产线 于2020年投入生产 目前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稳定性 均位于国内同行前列 技术改造升级是企业快速发展的助推器 在技改过程中 市工信部门主动服务 指导企业申报技改资金和小生规 2021年成立仅三年的东风智能包装 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 并正式升规 获得资金奖励和政策扶持 上规当年就实现年产值近6000万元 三年间年产值增长7倍多 同时还为周边社区提供近200个就业岗位 市跟区的工信部门都大力支持我们去开拓这个项目 小生规以后给我们的企业的话 更好的一个促进作用 让我们更好的加大我们在市场占有率的一个 今年的增幅的话 我们预计也在10%到20%之间 高科技创新型企业 耀辉新能源公司自2020年创立以来 致力技术创新及改造 其高性能绿色锂电池产品 应用于玩具 个人护理 电动工具等领域 2020年企业销售收入近730万元 2021年企业成功基深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销售收入也一月超过5000万元 增长585% 今年上半年企业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 以实现翻一番的目标 上规的新能企业 今年的政府有享受一项政策 这就是那个税务的流底 增责 增责流底 我们享受了1300多万的这样一个框项 通过这个框项我们增加了4倍 4倍的改造这块呢 也有一个负责 我们的一期 预期可货的政府呢 420多万的一个方向负责资金 大船好远航 上规帮助企业加大研发和既改投入 引进先进设备提升效率增加产能 企业也突破多项关键技术 申请实用新型专利15个 并入库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 我们从几个关键的设备 读步机 从最早的转移读每分钟8米 到现在实行双面挤压读每分钟30米 以前用的作业机呢 都是容工上下夹 一条手刀箱大概有30多个人 现在我们通过设备改造和升级这一块了 我们现在一台手刀箱 大概就是三个人 然后从前面的60个ppm 提升到现在120个ppm 上规既让企业生产经营规范化 也让政府了解企业发展的真实情况 从而采取更精准的扶持措施 推动有特色有潜力的企业加快发展 今年来市工信局一分批次 向各区县下达小生规培育库目标企业名单 形成规范有序的企业培育库发展管理机制 工信统计税务等部门 还联合开启申报绿色通道 服务企业生规 及时兑现小生规奖补政策 实行三年40万元奖励 三年不超过400万元贷款贴息 三年财政贡献额 增量以奖代补 大项目落地500万元一次性奖励等措施 市工信局计划下半年开始 继续加强在各区举办企业上规政策宣讲会 及时帮助解决企业中发展的困难和问题 鼓励和引导更多企业上规升级 近日 我是开展一心向党赋能发展采风调研活动 汕头荣媒集团联合市互联网行业党委 深入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进行采风调研 深入挖掘我市互联网行业党组织模范典型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近年来 我是充分发挥党建在互联网行业协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强化阵地建设 构筑云端堡垒 着力打造互联网企业挡建品牌 推动行业发展 蓝色河畔文化传播公司是一家互联网社交平台 这几天 平台正忙着为下一期残疾人电商技能培训活动做准备 录制线上培训课件 这一名为圆满行动的公益培训活动 持续举办十多年 如今已成为企业一项常态化的党建活动 我们在2012年成立了党支部 所以我们也一直发挥党建互联网家这个优势 利用互联网优势及影响力 发起组织活动 网民积极响应参与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所以这件事情才能这么多年的一直持续的进行下去 随着互联网加党建模式的不断拓展 企业党组织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局限被打破 越来越多人参加企业组织的党建活动 如今蓝色河畔也围绕这一工作模式 凝聚年轻党员的力量 做好网络舆论宣传 全力打造一个积极向上正能量的年轻人的社交平台 互联网加党建创新了形式的内容 利用信息化平台开展党建公传 以创新的内容方式 调动员工和网民的积极性 增强企业的遗迹力和向心力 我们公司党支部会组织很多活动 然后就比如说我们会去一些空巢老人的家里 独居老人的家里面 去就比如说帮助他们一些生活上的小事 我也已经写了入党申请书了 希望能够更多的去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作为互联网行业协会 汕头市电子信息软件行业 和高新技术企业协会联合党支部 则着力服务汕头的互联网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推动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 广东唐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互联网软件的开发与运营 虽然成立不久 但已拥有多个自主研发的软件产品 近期企业正在协会的指导下 进行软件产品评估和软件签约评估申报工作 双软的一个证书主要是可以提供给我们 就是说像税收方面的一些优惠政策 还有一个企业的一个知识产权的一个保护 那我们原本就是只服务于说是信息技术 还有软件行业 然后现在我们把电子信息盘盖进来 一方面是为了响应我们上头提出的 三星两特一大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新格局 通过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然后让我们的党员深入了去跟我们的企业交流 主动的去跟进他们在不同阶段 所需要的一些专业服务 近年来协会党支部坚持以党件引领会见 把党性教育和协会文化建设同谋化 共促进 以党件促业务 以业务强党件 定期开展各类政策培训宣讲 承接多种创新创业大赛 搭建人才服务平台 以高质量党件助推协会高质量的服务发展 以党件来促进我们的业务 以业务来抢我们的党件 然后实现党件工作 还有业务工作的酸提升 然后推动党件 还有会见的同频共生 共同发展 8月16号中午 南海伏技休渔结束 我是渔船出海捕捞 昨天傍晚 我是开渔后 首艘渔船平安返回海门中心渔港 大批海鲜运笛码头 码头交易一片繁忙 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 渔船回港后第一时间进行报备 船员进行核酸检测 我们渔船要到港之前 先做好报备工作 进港后 渔民 渔船 卧物 全部做好核酸 待那个核酸报告出来之后 再上货 昨晚8点左右 核酸检测结果全部通过 船员们开始架设船输带 搬运海鲜上岸 不少买家也已早早在码头上等候 准备采购第一批海鲜 一时间渔船上岸上 一派繁忙的交易景象 第一艘回港的渔船 共捕得海产品25吨 获值40多万元 其中以沙丁鱼 剥皮鱼 马头鱼为主 也有少量的石斑鱼和红蟹 据介绍 修鱼为渔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近年来 捕捞收获的海产品种类和产量都有提升 修鱼过后相对来说 鱼货物会提高25% 质量相对提高了很多 我预计的话过几天 这个洋流啊 潮水方面这些会比较好一点 相对鱼货物的产量会有所提高 2022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 近日在江苏省昆山市举行 全国戏曲表演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入选演员 我是潮剧演员林彦云 携新编历史潮剧李商隐参加演出 展现潮剧艺术魅力 戏曲百戏昆山盛典 由文化和旅游部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办 今年活动一大亮点是聚焦人才培养 展现领军人才表演英才当代新气象 由2021年2022年评选出的 54名戏曲表演领军人才同台亮相 线上线下展播 涵盖金剧 昆曲 玉剧 潮剧等30个剧种 广东潮剧院一团副团长 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林彦云入选 2022年全国戏曲表演领军人才培养计划 此次她领衔主演李商隐 李商隐讲述了晚唐诗人李商隐艰难坎坷 浮生若梦的一生 林彦云将李商隐在仕途与良知的抉择中的纠结与痛苦 表现的淋漓尽致 受到观众好评 那么为了参加这样的一次演出 广东潮剧院组织了对梅花奖 这个李商隐这个戏进行重新的排练 提高 用精美的舞美还有精湛的这个演技 向全国观众做一个汇报演出 能在空山现场看到家乡戏 感受潮剧精彩魅力 从云相亲相应 我们感到非常亲切非常开心 潮剧被誉为南国鲜花 是一个有近600年历史的全国知名地方剧种 此次演出将推动潮剧与其他剧种的文化交流 在更高平台展现潮剧魅力 为潮剧传承发展注入新活力 全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林彦云 这次作为广东省的唯一代表 作为潮剧这个古老剧种的唯一代表 将以精湛的表演 向全世界展示潮剧艺术独特 而鲜活的特色和魅力 近日 汕头市公安局 金平分局 豪江分局 和南澳县公安局 以及汕头眼科中心 上线汕头融媒集团 民生热线栏目 就市民关注的 治安管理 护证 眼健康治疗等问题 进行回应 汕头市公安局 金平分局 豪江分局 和南澳县公安局 共同上线民生热线栏目 与市民就治安管理 护证 出入境管理 交管业务 编民服务等内容 进行了问答交流 疫情常态化防控的背景下 群众出行受到一定影响 在节目中 大家对疫情下的户籍变更 出入境业务十分关注 现在可以申请赴港澳探亲 或者是旅游吗 目前到澳门的签证 比恢复正常 到香港的旅游签注 目前还不能办理 其他申请探亲 逗留 商务和其他类签注的 可以办理 根据有关规定 所有港澳申办证件 及签注都必须到出境 办证大厅现场办理 因为这个疫情 以及相关的防疫政策的规定 有一些身份证快过期 没办法到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 来办理一个变更相关的业务 或者是申请户口迁移的时候 是否需要本人 到迁入地的派出所来办理 身份证 居住证跟港澳台居住证 这三类都必须本人去办理 像出生入户 小孩抱出生入户的 还有投靠类的 这些可以委托 请人去办理 此外 上线三单位相关负责人 还围绕深化放管府改革 惠民立起新举措 以及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等工作 和广大市民朋友 进行沟通和交流 节目中 山头国际眼科中心 就医院疫情防控 专科特色 编明举措等方面 回应市民关切 近年来 眼科中心利用物联网 移动智能终端技术 进行慢病智能化管理 还建立了全生命周期 眼健康智能化 眼病诊疗预警平台 比如说我们现在 全球首个的39种 眼底病变的预警平台 只要你去拍一张 眼底的照片 我们就会告诉你 可能有什么疾病 或者你应该 要做什么样的检查 或者你要建立一个 眼健康的档案 创办20年来 山头国际眼科中心 医疗能及 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目前 医院正在加快推进 眼科中心 异地扩建项目 提升善头眼科 整体医疗服务水平 未来 这个新的医院 盖好了之后 我们应该是 医院两区 现有的这个医院 仍然还在 这个区域内 发挥它的 医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而未来的医院 应该是 从诊疗程序 有创新 智能化的 整个的对患者的 这个服务 应该是融入了 整个的医院的 方方面面 龙湖区龙华街道 华步村 龙华路 善章路 工业片区 存在违法搭建现象 对此 当地街道村 落实市和区 涉土问题 整治部署 组织对140宗 违建 进行三清三拆 并实施 园区土地整治 为工业极具发展 腾出空间 今天上午 现场出动 用大型作业机械 对违建物进行拆除 我们组织的清拆 总共是100多亩 140几宗的乱搭乱箭 华步工业区违建物 包括工厂 作坊 沙场等 存在时间较长 乱战面积大 拆迁难度大 为推动清拆工作 龙华街道出台 华步工业区违建清拆行动工作方案 街道村两级通力合作 克服困难 协调推进 截至8月15日 大部分违建户已自动搬离 部分村民自行拆除了违建 此次清拆面积 公约10万平方米 完成拆迁整治后 龙华街道将加强后续管理 防止违法建筑死灰复燃 并采取已拆促建的措施 规范规划建设服务工业 急剧发展 那下来呢我们这个片区啊 准备统一进行规划 收归集体 收归以后呢 通过这个公改工 来推动这个片区的改造 最近我们也是利用这个装向债 对一些基础实施的配套 也进行前期的工作 来推动这个整个区域的发展 8月16号下午 团室委联合邮政汕头分公司 在南澳县举办 清新乡村系列活动 2022年 清云中国 善珍海味 美味有你 助农直播活动 团圆青年利用直播加电商新模式 展示南澳特色海味产品 接下来团室委将持续开展 清新乡村系列直播助农活动 拓宽地方特色产品销售渠道 提升本土品牌知名度 助力乡村振行 切实推动乡村振行 青春建工行动 进一步发挥团圆 青年助力乡村振行的突击对作用 汕头邮政就是着力构建了邮政 汇农协同生态 充分发挥了商流物流 资金流信息流四流合一的一个资源优势 助力乡村振行 今天上午 邮室文明办主办的守望同心 以爱相随 关爱进城务工人员随牵子女活动 在龙湖区新京街道 金河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 活动中 大学生志愿者向孩子们开展居家安全宣传教育 普及居家急救小常识 与孩子们玩游戏 开展手工制作 赠送书籍 鼓励孩子们自信成长 此次活动也是志愿汕头 做新时代文明汕头人主题系列活动之一 接下来 卧市各相关部门将继续组织开展关爱服务活动 做好暑期进城务工人员 随牵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工作 让他们度过一个健康安全快乐的暑期 今天的一个活动呢 是希望能够给汕头市的一个随牵子女 带来一些关爱和关怀 希望可以说 在我们自己的一个空闲的一个时间 为他们去举办一些活动 给到他们一些格外的一些关爱 近期 市公安交警城管和交通运输等部门 形成整治合力 持续推进东下路交通专项整治行动 加大对东下路重点路口 善大医学院副医院副二院 及其周边区域的整治力度 打击机动车闯红灯 不按道行驶 乱停乱放 非法营运和占道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 行动中 针对医院及其周边交通较混乱 车辆乱停现象 执行人员及时劝离 查处围停车辆 沿东下路的商铺门口 多辆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 任意停放 占用公共道路 执行人员劝导驾驶员 正确停放车辆 确保道路通畅 发现非法营运 发现一中 查处一中 接下来我们的工作 重心也是在 维护附近的市场营运秩序上 交通市场 我们会让市民乘坐合规合法的车辆 下一步 我们将实行常态化的管理 加大触发力度 加强触发力度 随意横穿马路是交通漏袭 也是违法行为 近日 有车主就在市区潮汕路 多处交叉路口看到 有市民组团在车笼中穿梭 在跨过绿化带 显向还生 市民的行车记录 一视频显示 8月17日傍晚6点多 潮汕路上的车流量非常大 但一群行人 陆续从惠兰路走出来 然后从正在等红灯的 大货车车前穿过 十分危险 你看到车少了就直接过去 你现在有些理解的还好 不理解的还骂你呢 记者发现 潮汕路和惠兰路交界处附近的 中央绿化带上 被人踩出了一道缺口 成了大家横穿马路的捷径 而就在惠来路对面 潮汕路和骑山路的交界处 同样存在市民横穿马路的情况 事实上 距离绿化带缺口不远处 就有一座天桥 有市民就希望 大家应自觉遵守交规 从斑马线或人行天桥上过马路 好观众朋友 今天的汕透新闻节目就到这里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请您关注汕透新闻微信公众号 和汕透新闻视频号 感谢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